您是否想要重建您的房屋 在土地上扩建或者另建房屋 您的工程可能需要规划许可 Burundara规管其辖区范围内土地的使用和开发 一些土地的使用和开发需要获得规划许可证 而有些是被禁止的 这些规章制度被制定在Burundara规划方案中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当开发 例如在居民区建造工厂 许多主如安装卫星天线 改动历史建筑 或者装贴标识牌等行为 都需要规划许可证 市政提供免费服务 来商讨您的规划内容是否需要规划许可证 并且会为您的方案提供反馈信息 请联系市政安排预申请会议 在您最终确定您的方案之前 请与您的邻居讨论您的规划方案 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当您准备好后请提交您的申请 市政的规划师们可以帮助您填写 您在申请中笔填的信息 市政还提供审核内容的清单 来帮助您完成申请 请联系法定规划处了解更多信息 您一旦提交申请市政就会处理您的申请 市政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在规划与环境法案中都有规定 如果您的申请不完整或者不清楚 那么市政可能会向您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的申请可能会被提交给某个市政专家 例如数议师或者城市设计师 必要时市政还会将您的申请提交给外部机构 如果市政认为您的提案会影响到您的邻居 那么您必须预先通知 这通常意味着您要在房屋上张贴标识 并且寄信给受影响的住户 不支持您规划提案的邻居被称为反对者 市政可以为您以及您的反对者 安排一场协商会议 来讨论提案中双方所关注的问题 您可以随时更改申请 以回应市政或者反对者所关注的问题 这些步骤一旦完成 规划师就会完成评估 并且书写一份包含建议的报告 高级市政规划师可以裁定一些申请 但是其他的申请必须由市议员 在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上决定 申请的裁定方取决于规划提案 所涉及的规模以及反对者的数量 如果需要召开听证会 那么需要您介绍您申请的内容 反对者也可以发表意见 每个人通常只有三分钟的陈词时间 在裁定时 市政可能会批准 赴条件批准 或者拒绝您的申请 批准的条件可能需要更改规划方案 或者对施行设定限制 例如限定施工时间 所有当事人都会收到一份市政决议 如果您的提案得到市政支持 并且没有反对者 那么市政就会颁发给您许可证 如果您不愿意接受许可条件 那么您可以上诉到维州民事及行政法庭 VCAT进行复审 如果您的申请获得批准 但是有反对者 那么市政将给您发放同意颁发规划许可的决定通知书 反对者可以向VCAT上诉 如上诉 市政将向您颁发规划许可证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 那么您会被告知原因 您还可以将市政的决议上诉至VCAT 就市政决议进行上诉的时间限制 会写在市政书面决议的背面 欲了解更多关于上诉的信息 请联系VCAT 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法定规划处 寻求更多信息 请联系V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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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联系VCAT